来吧 亲爱的 接力 民众兴奋目击 美国指控大陆的间谍气球 旁边出现几道光束 快速接近 我刚听了它 气球瞬间泄气 从高空下坠 现场一阵欢呼 美东时间4号下午2点多 军方出动了2到3架F22战机 其中一架发射了一枚AIM-9X 空对空飞弹射下气球 它在发生下午爆炸后 如同一张卫生纸般 向大西洋海面飘落 地沿在北卡罗兰娜和南卡罗兰娜之间 方圆100平方公里 实施海空进空 南卡和北卡三座机场暂停起降 总统拜登强调他一号就下令 尽快射气球 但国安团队以安全为由 建议气球飘到海上再行动 目前海军和海岸警卫队 正全面回收残骸 送往联邦调查局实验室分析 可能借此亏得大陆的青搜科技 具有重要价值 当局呼吁民众碎片不要乱减 以免干扰政府调查 对此陆方显然气炸 大陆外交部发出声明稿 表达强烈抗议不满 强调飞艇属于民用性质 进入美国是意外 不会对地面人员造成威胁 怒持美国反应过度 不过美方显然不接受 直指着旧式间谍气球来刺探勤资 这也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原本访问北京的行程延后 双方力求改善关系 可能因此前功进气 再度陷入紧张对质 记者综合报道 海黄鲍鲍鱼干贝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 优惠代码